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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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部走真的有这么厉害 这么神奇吗 肩部走它有一些要求 第一个要有一定的速度 要有一定的强度 还要有一定的持续时间 所以它不是随随便便地走 而是有一套科学方法 你必须按照这个来完成 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而且这个效果真的是全身的改变 太神奇了 能不能这样 让我们厂上的这些朋友 先回到座位上休息 谢谢 谢谢你们 好 为什么把这两位阿姨留下来了呢 刚才在说的时候 没有那么详细 但我们真的很好奇 阿姨你以前就是没走之前 血压有多少 180 100 好高哦 那后来呢 通过走调整到了多少 120 130 瘾压是80 75 阿姨您告诉大家 您今年已经多大年纪了 我74 对啊 就是通过运动 把自己长 对人的身体都改变了 阿姨您好 阿姨您这个脂肪肝 在没走之前 到达一种什么样的冲度 我这个是轻度的 但是呢 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 因为过去嘛 没有那个 注意锻炼 所以呢 从2010年呢 这个 从那个体检表当中呢 就这个脂肪肝 就找上门来了 持续到11年 从12年开始呢 就是剑步走 通过剑步走呢 再上了脂肪 脂肪肝也半年以后就没了 走半年就走没了 半年多就没了 彻底是销声灭剂了 真的是 人家一直坚持下来 对身体整个人都带来了 很大的变化 那阿姨谢谢您 好 咱们刚才看到的呢 是血压高的下来了 血糖不正常的也稳定了 甚至像什么脂肪肝呢 也给走没了 所以你说这个走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呢 实际上在走的过程中 身体呢 有好多的好处和益处获得了 为什么呢 因为剑步走 它是适合于几乎是人人都能走的 首先是从它的安全性上来说 因为它的两只脚不离地 没有腾空的阶段 这个人呢 就会很稳定 不会出现意外跌倒 这种情况 所以它的安全性很好 在安全性很好的状态下 这个走路呢 它能把全身的大肌肉群都动员起来 这个时候呢 能量的消耗还是很大的 如果我们要是在有一些 其他的额外的因素 能够把运动强度增加 在达到一定运动量的状态下 人体的能量消耗 就完全够我们所要求的 体力活动的水平 这时候 因为能量消耗的增加 脂肪会被消除 血糖呢 它也就会被消耗掉 所以血糖也会下降 再有一个呢 在运动的过程中 肌肉呢 刚才被动员 它也会增长 有肌肉了 这个人的体力活力 完成日常工作的能力 和与人交往的欲望等等 都会出现 可以说 它是身心几个方面 都会受到很大益处的一项 简便的运动 杨阿姨提到 说自己走完之后呢 这个血压能从180降到120 我觉得是说降得太神奇了 那个血压怎么也能够下来呢 实际呢 我们的血压升高呢 是由于这个 末梢的血管收缩 其实真的是有很大的因素 是这个的 这个因素是什么呢 假如是因为肥胖的 因为你的体力活动不足的 心脏的功能也会下降 但是呢 它为了保证正常的 这种重要器官的供血 周围的血管会收缩的 所以血压会增高 假如说 我们的周围的流 这个血流都很顺畅 也就是血管呢 它的开放是适度的 血流就没有那么大的阻力 那么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就会低 所以呢 它的这个血压呢 就可以呢 这个降下来 如果长期运动 一个持续的运动 大家可以看看啊 这是一个大样本量的研究的结果 持续四周的一个 一个有氧运动 就可以使收缩压 降低五到十个毫米拱住 舒张压 下降一到六个毫米拱住 那么长期坚持 血压肯定会下降的 怎么样 你看 什么 我觉得这个运动 确实是能给人带来很多的益处 但我觉得啊 作为一个女人 我觉得我最关心的就是 刚才有两个朋友 我不是说要瘦身吗 减肥吗 对啊 人家真的瘦下来了 对 我特关心这个 我就特想问问他们 怎么减下来的 对啊 刚才是 58号的大姐 我们还是请58号大姐 那排下来啊 还有另外一位 软定 您是以前在没走的时候 有多胖啊 我那会是 144斤板 那还好吧 反正胖的胖的不是另一份啊 您现在多胖 我现在124点减 就是124斤 20斤啊 减20斤 多长时间之内减掉20斤的 20斤大概在一年以后 但是我半年的时候就减了十多斤 就差不多 跟这体型差不多了 减得特别的理想啊 我们再问问这位 你以前是什么样的呀 我以前最胖的时候有80公斤 公斤啊 160那确实有点太胖了 我们看看来 这个就是 这几年前呀 2011年 三年前 三年前的软斌 就是这样的 你就看那小肚 那通过这个快早走了三年 瘦了多少 瘦了 40斤 40斤 20公斤 我天哪 您的瘦的也够多的 那您看我们刚才是真的看到 两位身上发生太大的这种变化了 就这个对于减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在做肩部走的这个活动的时候 人体呢 人体呢要消耗一定的能量 实际它为什么消耗呢 是跟我们机体内很多的变化相联系的 它动员脂肪的酶 消耗脂肪的酶 同时都增加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说 以前你的脂肪都是睡觉的 在你动起来的时候 消耗脂肪的酶 糖的酶 它都提高了 这时候呢 消耗就多了 这样一点一点 就把体内的脂肪 给它消耗掉了 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像两位一样 通过健走呢 让自己瘦下来 漂亮起来 健康起来 好 谢谢 谢谢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么好的点赞 刚才咱们看到的是特别好的榜样 可能大家都说了 我们平常也经常六弯 怎么就没像人家那样呢 能达到那么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要讲究办法了 我们看看 这具体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 来看第一期 底下哪一种肩步走啊 锻炼的效果它是最好的 或者是这才是 这才是标准的肩步走 是要大步的快走 还是小步快走 还是平常的肤速就可以 看看大家的肤速 我觉得还是小平靠 小步那一刀得快 啪啪啪啪啪又急 然后这样能出汗吗 就是提升频率 提升频次一定要高 完了这样的频次高了呢 你的强度大 有氧运动吗 你吸收的氧气量大了 然后再把整个血液调动起来 有道理 咱们来看看大家会怎么样的选择呢 哪种最好 有选大步快走的 也有选这个小步快走的 这平常步速我跟你说都已经可以 基本不用卡了 肯定不行 那我们看看专家告诉您 真正要达到健身效果 怎么个走法 最好呢 这里是由无限集独家冠媒播出的 健常之路节目 那我们看看专家告诉您 真正要达到健身效果 怎么个走法 最好呢 看看最好的方法是 有大步快走 小步快走和大步快走都叫快 那么哪一个负荷会更大呢 在你迈开大步的时候 肌肉的运动就更多了 肌肉参与的工作就更多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能量 最主要的消化器官 这个它被动员起来的话 消耗的能量才多呀 我们的肌肉才能被锻炼的更多呀 对 瘦的也更快 对 能量消耗的就更多了 但有时候这个小步倒得挺快的 我也气喘吁吁的 也挺累 半天上不来气 对啊 这也是在消耗能量了 小步快走呢 确实它也能很好的消耗能量 但是呢 它跟大步快走的相比 唯一欠缺的是什么呢 是对肌肉的刺激 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肌肉力量 这个人是迈不开大步的 他只能小步倒 你可能会说了 这我现在知道大步走了 那多大算大呀 你说这么大算大吗 还得这么大一步 还真不好说 我说了不算 好 请上一位肩步走爱好者 欢迎 你好 我们请这个小老师 你俩先来 你俩谁愿意上来体验一下 来 李章 我来 看看你那个小碎步和人那个肩步 到底有多大的差别 一样的算大步啊 李章 加油 李章 加油 要大步走啊 看多大算大步走 你怎么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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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都在那儿呢 你像那领导私查工作似的吗 还跟得上吗 你刚才有 已经有差距了 还跟得上吗 我发现了 这个小臂要摆起来才走得快 是吧 怎么要摆起来 你看 什么叫肩步走啊 这是全身的一种配合 没泡 有没最后定位的泡子 好 什么感觉啊 出汗 然后呢 明显那个 呼吸会急促一些了 然后我觉得 我需要的养气量很大 现在 身心跟不上人呢 对 但是我觉得 她腿可能只有长 这样的 真的 我跟你说 真的 我一步一脑 卖这样子 她一脑都这样了 刚才看他们俩走完以后呢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感觉 就是什么呢 她跟腿长 实际上关系不太 就是你能不能脉出气步 是根据你的肌肉力量相关的 是根据你的平衡能力 是有关的 假如说你脉出气的时候不稳了 她不敢脉 自然步伐就小 再有一个呢 要把全身的这个能量都动员起来 我们看这位同志 她是怎么走的呢 是把臂摆起来了 来 但是她在一个幅度上 她老在这个幅度上 她高度也是这么高 后来我观察了 她永远是不到这个高度 她也不再往上了 实际上 在所有的运动之中 如果想竞速 就是你的速度要快 比如说这个短头运动员 他又有意识地摆臂 把臂摆起来了 还能带动腿的快速的 这种相交替的运动 所以呢 全身都要动员起来 能量消耗更大吧 然后呢 你也会更加稳定 你迈出去的时候 这是不是身体就对称了 你要是这样迈出去的话 不对称了 所以这个边动起来了 这边也要动起来了 你的步才能起来 这就还有一个协调性的问题 对 而且吧 它有协调 有力量 对 都在 还有一个稳定 你的平衡能力是不是够 都在这儿呢 而且刚才啊 这位观众啊 在走的时候 我发现它那一步 怎么着也得八十厘米 甚至都有个时候 会到一米 对 它不可能 我就觉得这步确实大了点 这是一大步 实际上啊 我们说大步走 是跟自己的能力相关的 你要在自己能力 许可的范围之内 尽可能地大 并不是说我要绝对步伐 必须是多少 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要走得快 比我前场走的步子大 不是 是你感觉到 它要有点费劲 但是呢 不能明显降低步速 我们说的这步速呢 就是一百到一百二 一分钟 一分钟 两秒 没有 是 很容易 就是如果你们大家没有试过的人 建议大家都可以试一下 一般一个人达到一百步 是比较容易的 达到一百二 就要做出一点努力 要不要高于一百二呢 我认为不要高于一百二了 你有可能的话 就到一百二 你怎么办呢 把步伏加大 把步子加大 卖大 卖的更大一点 而且刚才这位观众注意到 他好像就是脚跟先这样 特别使劲地着地 然后才是慢慢过渡到脚掌的 不像我们走路的时候 也不分个青红皂白 就这样 您观察得太对了 如果要是看第一圈 您的这个脚步 就是这么迈的 啪啪 太对了 就是这样 这样走的 实际上跟我们正步走似的 但是实际上是应该什么呢 我们永远正常的 落地 是应该脚跟先着地 然后脚掌是滚动上前的 我是现在做得慢 做比较夸张 但是不夸张 这个人你也只要把它落下向来 你慢慢地放 都是这样的 脚后跟着地 这样的也过程 比较舒服一些好像 实际上呢 我们的身体重心呢 在你走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就开始要挪动重心 你要在这儿 你怎么走啊 走不稳 是脚后跟先着地 然后身体重心前移 脚掌滚动 往前走 这个时候 你才有一个蹬地的动作呀 能借得像劲儿还 这样才能走过来 所以呢 这个我们要依次地滚动 还要把臂呢 摆起来 而且人家我跟你说 就比你那腰板更直妙 你刚才走的时候 我就说像那个 线弯嘛 我看他这体型 像剪钳一样 他这个 是比我有力量 确实 走路应该是挺胸 舒服的 就是你身体 有一个向上拔的感觉 不能 刚才我们好像开始就说 这个人好像趴下来了 没有精神了 实际上你少锻炼了 很多的肌肉 很多肌肉是锻炼不到的 我们为什么要把 后背的肌肉 好像就很难锻炼 你这样起来的时候 身体肌肉自然都在收缩 对 就这儿都是紧的 对 然后你把臂摆起来的时候 整个肩带都在运动 全身没有一块肌肉不动 在你走的过程之中 真是 对 按照这种方法 才能够真正达到 全身的作用 谢谢我们这位观想 谢谢您 其实刚才在体验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剑步走的这个量 真的是蛮强的 没错 而且你看到了没 现在咱们小区 什么宫然 走起来的人 还是不在少数的 你都见过 有什么样 各种各样的走的没 这走的真是见过 有快走的 有类似于 近似于小跑的 还有更邪乎的 倒着走的 一般咱们都是 顺时针方向走的 按照小区 大刘都这样 你每次的迎头 就会来和你 有的时候小路 迎头走 你就会觉得很便宜 有那样的 你说他为什么 要倒着走呢 这和这个起到的作用 和您说的 这个剑步走 会一样吗 首先他这个从能量消耗上 他不会比你正着走多 但是呢 他有一个优点 是用了平常我们往前走 不用的一个肌肉 就是他这个往后走的 大腿后裙肌肉 成为运动的一个主力了 所以他肌肉的收缩形式 主要发力肌群 发生变化了 那么也就对神经呢 他的这个兴奋灶 有一个调节作用 但是呢 我觉得他对环境的要求 比较高 就像您说的 对对对 首先呢 他可能对别人有妨碍 关键是他不安全 如果要是路况不好 周围的环境 你不熟悉的话 很容易跌倒 对 跌倒是一个 尤其对中老年朋友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 比如有的人 骨质疏松了 他可能因此而骨折 轻了还可能崴脚 都会影响这个运动的连续性 如果要是场地允许 在你每次走路的后半截 比如说你还有五分钟就结束了 那么你往后走这么几分钟 你会觉得比较轻松 因为他这个肌肉呢 刚才紧张收缩的肌肉 被牵拉了 相当于是一个放松的运动 对对对 大家真的去可以试试啊 那您说还有的人走路啊 他就觉得我这个强度要加大 比如说在腿上绑纱带的 这负重走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 它是增加你运动的强度的 所以说它也是一种挺好的方法 当自己身体条件 我说自己自身的运动能力提高了 你就可以用负重走的方法 我们让李征来体验一下 你看看负重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 来 李征 放开先来 可以用这个哑铃在腿上绑纱带 这个呢 主要这个负担就在小腿上了 对啊 咱们不是走吗 对 你小腿和大腿 那么在上肢整个人体上的一个负荷呢 最好加个上肢 这样呢 你比如说这个重量不太高 比如说才0.5公斤 你一手拿一个 但是你要持续运动一个小时的话 它消耗的能量就多得多了 我们经常看好多人啊 走路的时候 肩步走的时候 必如果不摆 这个人的运动效率会低很多 低多少呢 这个能量消耗可能会低30%呢 假如你要是再加上这么一个呢 你不用 你比如说以前你就有一个小时的锻炼时间 这一下子就给你增加了很多的能量消耗 你怎么效率就高了 你来感受一下 原地就这样啊 空摆币50次 然后告诉我们是什么感觉啊 对 我也要达到刚才教练说的那样 规范一些啊 对 要高一些 你觉得够高吗 我觉得这个不用妨碍 就很自然的能摆起来 没有 我再像刚才那个标准看齐 足够了 不用太高 现在这个程度是可以的啊 对 够50次吧 越来越低 我已经觉得酸了 你也太去把握练了 后背没有选酸了 哪块酸 后背酸啊 背肌嘛 别停下来 别停下来 还不停啊 后背酸是吗 对 你感觉小臂和上臂有感觉吗 我觉得你应该给我拿餐巾纸去了 我出汗了 这也就才刚刚四五十下 好了 可以停下来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 已经出汗了 明显的出汗 就明显感觉这个运动强度 确实是提升了 它一下子就提高了 然后呢 如果要是 实际这个啊 刚才他说的后背酸了 就是你摆起来的时候 就像很多办公室工作的人群 他经常有颈背酸的 哪块肌肉不锻炼呢 就是后头的 这个肩胛提肌 斜方肌上部和菱形肌 就这个 这一大片 是吗 对 就这一部分的肌肉 对 有时候就是感觉 这块好僵硬啊 我觉得其实这块很难锻炼到 是吧 你不摆臂 在一般的锻炼方法上 如果你要是这么锻炼 对它刺激太小了 这样你可以额外地刺激起来 那 这是好办法 我觉得如果家里没 这么专业的小设备的话 对啊 就像什么水瓶子呀 水杯子呀 就放在手里呗 一边拿着水杯 拿一个 拿这个水瓶啊 是对于健身来 健身者来说 是最方便的 为什么呢 实际我们运动中 如果你运动的时间长 比如半个小时以上 应该是补水的 对 肯定要喝水 然后你手上呢 如果拿着一个这个杯子 你可以呢 随时喝 但是它本身又有这么一两斤的重量 有重量 足够复合了 好沉呀 两瓶水 拿一瓶 我说你都拿不动 如果啊 运动时间长 我觉得可以一手拿一瓶 如果要是运动时间短 你就拿一瓶就行了 可以换着来呀 就是如果方便的话 咱们就拿一手一瓶水 走起来就可以了 对 这也相当于是一种负重 对 谢谢贾老师 咱们平时啊 可能真的太缺乏锻炼了 所以你看 刚才李正就是这样 负重摆摆手臂 都已经开始冒汗了 那我们来看看 真的要是 坐这个肩步走的时候 这运动啊 还就必须得达到一种强度 那什么样的强度 是最合适的 咱们又依据什么样的 这个标准来判断 我们到底有没有达到 这种运动的效果呢 其实啊 您是可以看一样东西的 看什么呢 来看下一题 哪一种方法判断运动强度 是更准确的 我们来看是 看初汗多少吗 还是看时间长短 比如说我今天运动了半小时 一小时 还是来计算我们的心率多少呢 看着大家是否了解 刚才都初汗了 可能初汗越多 强度越大吧 我觉得矿工风 如果要速度再快的话 正了八点像 我们正常去健身的话 我觉得我肯定是那种大汗淋漓的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对于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可能运动难得够了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是应一句什么来判断的 哪个更准确呢 绝大多数的观众认为是心率多少 或者是运动的这个时间的长短 这里是由无限集图加冠迷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那我们看看对于大家来说 下回您依据什么来判断自己运动强度是否达到了呢 主要是看心率多少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心率呢 现在在国际上比较一致采用的就是心率的方法 因为心率呢 它大家都有一个安静的心率 你比安静的心率提高了多少 是表明你用了自己多大的储备能力 你的储备能力用的越多 那就说明它运动强度越大 所以呢是应该用心率来计算和反应的 那我们每个人怎么计算自己 现在运动完之后心率是不是达标了呀 有没有发挥了这个运动的效果 通常呢要是测自己运动中的即刻心率 是用我们当时能测到的脉搏乘一时 来代表你一分钟的心率 那么这一分钟心率是相当于你自己的 最大心率的百分之多少呢 这个就代表着运动中的相对心率 有没有具体的计算的办法呀 也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掌握一些具体的做法 对首先呢大家应该明白 了解自己的最大心率 一个正常人 在没有疾病状态下 他的最大心率是220减年龄 也就是说比如一个50岁的人 他的最高心率就174每分钟 如果要是小孩呢或者是年轻人呢 比如20岁的年轻人 他的最大心率就成200了 那么在200这种状态下 你健身走强度比较大的就可以达到70% 那么你要是220减年龄一个20岁的人乘以70% 就是144 如果年龄越大 比如60岁的人 那么他的最大的心率是160 你再乘以7 那就是110多次 是吧 这样来算 那么健身走的这个最大的心率 就是你在加复合的状态下 通常也就达到80%一个人的最大心率 这是比较高的了 差不多就快到一个人你走的状态下的最大心率了 这个方法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那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也能够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做完这个肩步走了 有没有达到运动的效果呢 还是有一些具体的办法的 我们让何佳博士来教给大家 好的 小季 那其实方法呢特别特别的简单 只要在我们身边找到一个秒表 或者是手表来记个十 其实就可以了 那但是具体怎么做呢 我们请上来这个李正 还有一个观众朋友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有请二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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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么是好 大姐你好 您的这个身材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这个心率怎么样测 其实呢非常的简单 如果是我们安静的状态下 注意是安静的状态下 那么我们用这个秒表测一分钟就可以了 测的部位呢非常的简单 这个脉搏大家都知道 测手腕对吧 好 还有一个方法呢 另外一个比较大动脉的地方呢 对 脖子这里 对 摸到了 摸到了 然后这位大姐呢摸的是颈动脉 咱们为了时间的方便呢 我们就测半分钟 然后乘以二好不好 开始 二七 二八 二九 停 好 现在李正是多少次 三十八次 三十八那也就是七十六 七十六次 那这位大姐呢 四十二加 四十二 那就是八十四 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 如果平常啊 我们在做这个剑步走的话呢 测的方法就不是半分钟了 为什么呢 李正觉得为什么 我觉得应该更准确一点吧 半分钟毕竟乘二的话 我觉得那可能是剑步走当中 还会发生变化是吗 大姐知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再长一点 再长一点 其实呢恰恰相反 我们希望大家在运动之后 测的这个心率呢 我们技术的这个时间更短 十秒钟 然后乘以六 这是因为啊 当我们运动完了之后 如果我们马上 比如说我们要数一分钟 或者有的人数两分钟 出一二 那么其实你在停下来之后 这个心率就慢慢慢慢地 就掉下来了 实际上降下来了 对 就会降下来 所以呢我们 接下来我们待会儿 要运动之后呢 就测十秒 好不好 现在呢我们给大家 先给两位做一个示范 我们先让大家呢 做一个比较剧烈的运动 高抬腿 准备好了吗 好了 我们计时 三十秒 开始 加油 哇 好厉害 哇 我都想动起来了 十秒了 现在是 李正加油 手摆地 手摆高 手不要往后 往前 李正手往前 你看大爷怎么做的 二十秒 还有最后十秒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好 开始数数 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 数 六 七 八 九 停 好 李正多少下 三十 三十乘以六 一百八 这位大姐呢 二十 二十 二十乘以六的话 也就是一百二十次 那么基本上呢 就接近我们 比较适宜的这个心率 但是李正 三十乘以六的话 那就是一百八了 看来这个运动和不运动 还是有区别的 不过当然呢 这个是我们一个 剧烈运动的状态 那么其实啊 有的观众朋友 可能就说 那我要是 这个健身走的时候 健步走啊 带个秒表 带个表也不舒服 其实还有一个 更简单的办法 其实我们希望 大家在走的时候 有什么感觉呢 如果你走起来 觉得 如果这个时候 我要说话 或者是要唱两句呢 觉得有点费劲了 那就说明 我们这个心肺功能的锻炼 其实已经达到一个 比较适宜的这个幅度了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标准 因人而异 好 谢谢两位的参与 谢谢 好了 小婷 我觉得刚才李正 做了十五秒的时候 你就开始喊 坚持不住了 坚持不住了 我突然觉得三十秒好长啊 我觉得当时 我就觉得空气当中 那么缺氧啊 所以这运动 还得要配合呼吸才行啊 我们请软斌到台前来 好不好 让他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李正你还不是赶紧下来 拜个诗学个意义 你还踏踏踏实实在那坐着呢 你刚才憋得都快上过来课了 我说可算歇会儿了 来来来 你跟软斌来学习一下啊 我一般那个 在进步走的时候呢 都是鼻子吸气 嘴巴吐气 这是几步一吸 几步一呼啊 是每一步都要一吸一呼吗 没有 那个两步一吸 两步一呼 小老师看怎么做 实际上啊 他说的两步一吸两步一呼 还有的人是三步一吸三步一呼呢 那更不够了 实际上都憋了 为什么有的人就像您刚才说的啊 说这样根本就倒不过来气啊 是因为你的呼吸太浅了 如果越浅 它的效率就越低 因为你的废气往外吐的太少 新鲜的氧气吸进了也少 你就会觉得不够用 要深呼吸 大家其实可以在原地感受一下 三二一 开始 深呼吸 气呆 深呼吸 气呆 怎么样 感觉 已经快掉了 我觉得我成专业的了 这样发现走起来 还确实比以前要更轻松了 要轻松了 好 谢谢软软哥我们的演示 也谢谢贾老师 请回答做一下 我真的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 我就刚才原地走那么两步 然后运动完之后 都觉得回事还是蛮轻松的 尤其是像您建议了 要深吸气 再给它完全吐出去 感觉就是有一种 苦工纳心的感觉 我就觉得以后得天天坚持走 是不是这样更好一些 对 所以怎么样 小林 走起 走 一定坚持走 但是我就想问问 我们的专家老师 您说我走到一个什么程度 我走得我累得已经不行了 我再咬牙坚持走吗 大家提倡是什么呢 每天一万步 就有一万步就够了 完全能够控制你的各种疾病 保持健康 那么一万步大概是 会花多长时间呢 假如说以每分钟 一百到一百二十步的 这样的步速来算 这个人也就走七十五分钟 到一个半小时 所以走这么长时间就够了 一万步 这要累计完成七十五分钟呢 还是一次性 我就一口气要走七十五分钟呢 至少走十分钟才能累计 超过十分钟以后 才能对心肺有刺激 才有健身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